第八十九回 宋功名破阵成功 素太位颁恩降召 十月 阵列混天排剑己 四围八面怪云生 纷纷要绣当前线 朗朗明星直下横 黄月白毛风内舞 珠帆灶盖阵中行 若非玄女侵传法 便塞燕囊定太平 话说当下宋江 梦中受得九天玄女之法 不忘一句 便请军师无用 记忆定了 身父赵淑密 寨中合造雷车二十四部 都用画板铁叶定成 下庄油柴 上安火炮 连羹小夜 催并完成 商议打阵 汇集诸将人马 宋江传令各个分派 便点案中央物极土黄袍军马 占大辽水星镇内 采大将一员 采大将一员 双枪将董平 左右撞破造旗军七门 采副将七员 朱同使进 欧鹏邓邓飞 阴顺马林 牧春 再点案西方更新金白袍军马 占大辽木星镇内 采大将一员 豹子头临冲 左右撞破清旗军七门 采副将七员 徐宁 慕洪 黄信 孙丽 阳春 陈达 阳林 再点案南方丙丁火 红袍军马 占大辽金星镇内 采大将一员 霹雳火 琴鸣 左右撞破白旗军七门 采副将七员 刘唐 雷恒 善庭归 魏定国 周通 公望 丁德孙 再点案北方人鬼水 黑袍军马 占大辽火星镇内 采大将一员 双兵忽炎灼 左右撞破红旗军七门 采副将七员 杨智 索超 韩涛 庞启 孔明 邹渊 邹润 再点案东方甲乙木 青袍军马 占大辽土星主将镇内 采大将一员 官胜 左右撞破中军黄旗主镇人马 采副将八员 花容 张青 李英 柴进 宣赞 郝斯文 施恩 薛勇 再拆一支秀奇花袍军 打大辽太阳左军阵内 采大将七员 陆志申 武松 杨雄 石秀 娇挺 汤龙 菜符 再拆一支素袍军军军 打大辽太阴右军阵内 采大将七员 护三娘 顾大嫂 孙二娘 王英 孙欣 张青 蔡庆 再拆打中军一支汉勇人马 执勤大辽国主 采大将六员 卢俊义 燕青 吕方 郭胜 谢真 谢宝 再前护送雷车至中军大将五员 李逵 樊瑞 豹絮 向冲 离滚 其与水军头领 并应有人员 进到阵前协助破阵 阵前还立五方旗帜八面 分拨人员 仍排九宫八卦阵势 宋将传令一罢 众将各个尊医 一面攒造雷车遗了 装载法物 推到阵前 正是 既就惊天地 谋成破鬼神 有诗为证 五行声刻本天成 画画声声自不停 玄女忽然传法相 物颜激震一时平 且说 物颜统军连日见宋江不出交战 拆前押阵军马 直绍到宋江债前 宋江连日制造完备 选定日期 试完起身 来与辽兵相接 一字摆开阵势 前面尽把强弓硬弩射住阵脚 只待天色傍晚 黄昏左侧 只见朔风凛凛 铜云密布 照合天地 未晚鲜黑 宋江较众军人等 断炉为敌 闲于口中 呼哨为号 当夜先分出四路兵去 只留黄袍军摆在阵前 这分出四路军马 赶杀大辽少路藩军 绕阵脚而走 杀头北去 出庚左侧 宋江军中连珠炮响 忽炎卓 打开阵门 杀入后军 直取火星 官圣随即杀入中军 直取土星 主将临冲 引军杀入左军阵内 直取木星 秦明领军撞入右军阵内 直取金星 东平变调军攻打头阵 直取水星 公孙盛在阵中 仗剑作法 踏钢不抖 斥起舞雷 事业南风大作 吹得树梢垂地 走石飞沙 雷弓闪电 一起点起二十四部雷车 李逵 樊瑞 豹絮 向冲离滚 将引五百牌手汉勇军兵 护送雷车 推入大辽军阵 仪仗清护三娘 引兵便打入辽冰太阴阵中 花格上鹿至深 引兵便打入辽冰太阳阵中 欲其林卢俊逸 引领一只军马 随着雷车直奔中军 你我自去巡队厮杀 事业 雷车火起 空中霹雳交加 杀气满天 走石飞沙 端帝氏 杀得星移斗转日月无光 鬼哭神嚎 人兵缭乱 且说 雾炎统军正在中军遣将 只听得四下离喊声大阵 四面厮杀 急上马时 雷车已到中军 烈焰障天 炮声阵地 观胜一只军马早到帐前 雾炎统军汲取方天化吉 与观胜大战 怎近梅雨见张青 取石子往空中乱打 打得四边崖将 重伤者多 逃命散走 李应柴进宣赞好斯文 纵马横刀乱杀军将 雾炎统军见身叛没了羽翼 拨回马往北而走 观胜飞马紧追 正是 饶军走上燕摩天 脚下腾云须赶上 花蓉在背后 见雾炎统军输了 一记马也追将来 即年功搭剑 往雾炎统军射将去 那见郑重雾炎统军厚心 听得争的一声 火光泵散 正射在护心镜上 却在再射 观胜杆上 提起青龙刀 当头便砍 那雾炎统军 披着三重铠甲 贴里一层连环宾铁铠 中间一重海兽皮甲 外面方是锁子黄金甲 观胜那一刀砍过 只透两层 再复一刀 雾炎统军就刀营里闪过 勒马挺方千挤来营 两个又斗到三五盒 花蓉赶上 取雾炎统军面门又放一剑 雾炎统军挤躲 哪只剑戴耳根 穿着凤翅金冠 雾炎统军挤走 张青飞马赶上 拈起石子往头脸上便打 石子飞去 打得雾炎统军扑在马上 拖着化解而走 观胜赶上再复一刀 那青龙刀落处 把雾炎统军连腰截骨带头砍着 颠下马去 花蓉抢到 先换了那匹豪马 张青赶来 再复一枪 可怜雾炎统军一事豪杰 一柄刀 一条枪 结果了性命 看探辽国英雄 化作南科一梦 有诗为证 李静六花仁一时 孔明八卦是英知 混天只想无人敌 已有神机打破时 却说鲁智深 引着武松等六元头领 众将纳声喊 杀入辽兵太阳镇内 那耶律德众急待要走 被武松一借刀绿断马头 盗撞下马来 揪住头发 一刀取了手脊 两个孩儿逃命走了 杀散太阳镇事 鲁智深道 阿门再去中军 拿了大辽国王 便是了事也 且说辽兵太阳镇内 天兽公主听得四边喊起厮杀 慌忙整顿军器上马 引女兵伺候 只见一仗轻 捂起双刀 纵马引着顾大嫂等六元头领杀入仗来 正与天兽公主交锋 两个斗无束和 一仗轻放开双刀 抢入公主怀内 劈胸揪住 两个在马上扭作一团 脚作一块 王矮虎赶上 活捉了天兽公主 顾大嫂 孙二娘 在镇里杀散女兵 孙心 张青 蔡庆 在外面加工 可怜金枝玉叶如花女 却作归降背负人 且说 卢俊逸引兵杀到中军 谢真谢宝 先把帅子齐砍藩 乱杀藩官藩将 当有护驾驾大臣与众多衙将 谨护大辽国主拦驾 往北而走 镇内罗侯越被二皇侄 具备刺死于马下 基督皇侄就马上活拿了 子弃皇侄不知去向 大兵重重围住 只杀到四更方夕 杀得辽兵二十余万 不留一个 将及天明 诸将都回 宋将明金 收军下债 传令教生擒活捉之众 各自献功 仪仗清 显太阴兴 天寿公主 卢俊逸 显济都兴 皇旨 耶律德华 朱同 显水兴 驱立初兴 欧鹏 邓飞 马林 显斗木屑 萧大官 杨林 陈达 显新岳湖培植 善庭归 魏定国 显魏土治高标 韩涛彭起 县流土章雷春 一伙蛇敌胜 诸将县首级不计其数 宋将将升秦八将 进行借负赵书密 中军收尽 所得马匹就行表拨各将其作 且说大辽国主 荒诉退入燕京 及传圣旨 兼避四门 谨守城池 不出对敌 宋将之德 大辽国主退回燕京 便叫军马拔寨兜起 直追至城下 团团围住 令人请赵书密 直至后营 监临打城 宋将传令 较就燕京城外 团团竖起云梯炮石 扎下寨帐 准备打城 辽国郎主心慌 会及群臣商议都道 实在危急 莫若归乡大宋 此为商计 大辽郎主遂从众议 于是城上早竖起响起 差人来宋营求告 年年进牛马 碎碎献珍珠 再不敢侵犯中国 宋将引着来人 直到后营 拜见赵书密 通说投降一劫 年年进贡 碎碎来朝 赵书密听了道 此乃国家大事 投降之事 须用取字上财 我未敢善辩主张 以辽国有心投降 可差敌当大臣 亲赴东京 朝见天子 圣旨准你辽国 归降表文 降召赦罪 方敢退兵霸战 来人领了这话 便入城回复郎主 奏之此事 当下国主聚集文武百官 商议此事 时有又丞相 太师楚奸 出班奏约 母金郎主兵威将寡 人马皆无 如何迎敌 在于危急之际 论臣于义 可多把金箔贿赂 依结人心 为臣亲往宋新封寨内 众许厚礼 一面令其驻兵停战 免得攻城 一面收拾礼物 静往东京 投买省院珠冠 令其于天子之前闪言启奏 别作婉转 母金中国 采经同贯高求杨简四个贼臣专权 童子皇帝听他四个主张 可把金箔贿赂赂于此四人 埋起奖和 避将赵斥 守兵霸战 郎主准奏 此日 丞相楚奸出城来 直到宋新封寨中 宋江接至帐上 便问 丞相来意何如 楚奸先先说了国主投降一事 然后许宋先锋金箔完好之物 宋江听了 说与丞相楚奸道 俺连日攻城 不愁打你这个城池不破 一发斩草除根 免了萌芽再发 看见你城上竖起降旗 以此停兵霸战 两国交锋 自古国家有投降之礼 准你投拜纳祥 因此按兵不动 荣辱赴朝廷请罪献纳 如今以贿赂相许 去宋江为何等之人 再勿复言 楚奸惶恐 宋江又道 丞相 荣辱上国朝经 取自上才 俺等按兵不动 带辱速去快来 如物迟滞 楚奸拜谢了宋先锋 坐别出寨 上马回燕京来 直至行宫 奏之国主 众大臣商议已定 次日 辽国君臣 收拾完好之物 金银宝贝 彩增珍珠 装载上车 柴丞相楚奸 并同番官一十五元 前往京师 安马三十余计 修下请罪表彰一道 离了燕京 到宋江寨内 参见了宋江 宋江引楚奸 来见赵淑密 说之此事 辽国金差丞相楚奸 亲往京师朝见 告罪投降 赵淑密留住楚奸 以礼相待 自来与宋先锋商议 异动文书 深达天子 旧差柴尽 消让激奏 旧待行军公文 官会省院 一同相伴 丞相楚奸 前往东京 余路无话 有师为政 战霸辽兵不自由 便将响表上黄州 千功以步 朝宗义 楼以真仪 拜国修 圣水残山 秋末末 荒城破过 月幽幽 金珠满载 为丹志 水浒英雄 志一筹 在路不止仪式 遭到京师 便将石车 浸奉金宝礼物 车账人马 与管 议内 安下 柴尽 消让 激捧 行军公文 先去省院下了 并说道 即日兵马 围困燕京 胆息可破 辽国郎主于丞相 竖起降旗 金浅丞相 楚奸 前来上表 请罪纳祥 告涉霸兵 未敢自专 来请圣旨 省院官说道 你且与他 管役内全使安歇 戴安这里 从长计议 此时 蔡经同贯 高求杨简 并省院大小官僚 都是耗力之徒 却说 大辽成相 楚奸并众人 先寻门路 见了太师蔡经等 四个大臣 此后省院各官处 都有贿赂 各个先以门路 窥送礼物 诸官已了 此日早朝 大宋天子生殿 百官朝贺 拜无以弊 书密使同贯 出班奏曰 由先锋使宋江 杀退辽兵 直至燕京 围住城池攻击 但惜可破 今由大辽国主 早述详旗 情愿投降 前使丞相楚奸 奉表称臣 纳降请罪 告赦讲和 求斥退兵霸战 情愿年年进奉 不敢有违 臣等省院 不敢自专 扶起圣见 天子曰 此此讲和 修兵霸战 仍存本国 如等众卿 如何记忆 朋友太师 蔡经出班奏曰 臣等众官 聚各记忆 自古及今 似以未尝禁灭 臣等余义 可存辽国 作北方之屏障 堪为 纯齿之邦 年年进纳岁碧 余国有益 何准投降请罪 修兵霸战 找回军马 以护京师 臣等未敢善辩 其陛下圣见 天子准奏 传圣旨 领辽国来使 面君 当有殿头官传令 宣楚奸等 一行来使 都到金殿之下 扬臣拜武 顿手山呼 士臣呈上表彰 就预案上展开 宣表学士 高声读道 大辽国主 臣依律辉 顿手顿手 百拜上言 臣生居朔末 长在藩邦 不通圣贤之大经 望旧钢肠之大礼 乍文为武 左右多狼心狗行之徒 好路贪财 前后戏 鼠目张头之辈 小臣昏昧 屯众猖狂 钦犯江峰 以至天兵而讨醉 望去士马 洞牢王氏以兴师 两楼以安足以汉泰山 向中水 必然归于大海 碾臣等 虽守树座之荒城 应无半年之积蓄 今特前使臣储奸 冒干天威 纳图请罪 唐蒙圣上 怜悯罪耳之威声 不费祖宗之一夜 是以明心刻骨 力胆披肝 用为荣敌之藩邦 实作天朝之平憾 老老老幼幼 真获再生 子子孙孙 久远赶待 尽那岁壁 事不敢为 臣等不生战力 平盈之志 成皇成孔 其手顿手 谨上表以文 宣和四年冬月日 大辽国主 臣一律徽表 徽宗天子 玉兰表文以弊 接下群臣称善 天子命取玉酒 以此来时 丞相楚奸等 便取金箔碎弊 尽在朝前 天子命保藏库收器 仍令纳下 每年岁壁牛马等物 天子回赐 断匹表礼 光露寺赐宴 赤令丞相楚奸等先回 待寡人拆官 自来降诏 楚奸等谢恩 拜祠天子出朝 且归管义 时日朝散 楚奸又令人 在于各官门下 重打官节 采经历许 连丞丞相自回 都在我等四人身上 楚奸谢了太师 自回辽国去了 却说 却说蔡太师 次日引百官入朝 起奏降诏 回下辽国 天子准奏 即使汉林学士 草诏一道 就御前 便拆太尉 辽宿远景 激情丹照 直往辽国开读 令赤赵书密 领宋先锋 收兵霸占 班师回京 将应有 背秦之人 释放还国 远夺城池 仍旧挤还管领 府库器具 交个辽邦规管 天子退朝 百官皆散 次日 省院诸官 都到宿泰卫府 约日送行 再说 宿泰卫领了赵斥 不敢久停军命 准备叫马从人 辞了天子 别了省院诸官 就同柴晋 萧让 同上辽邦 出经师 往陈乔义 投边塞进发 在路行时 正值 严冬之月 四野同云密布 分扬雪坠平铺 粉肃千林 银庄万里 肃太尉 一行人马 冒雪撑风 一礼前进 正是 云横秦岭 家何在 雪雍兰观 马步前 有失为证 太尉承宣 不敢停 远积恩赵 道边亭 挨挨积雪 观山路 会拂凋体 亚氏兴 雪继未消 建林边塞 柴晋 肖让 先是少马 报知赵书密 前去通报 宋先锋 宋将捡 少马飞报 便携酒礼 引众出五十礼 浮道迎接 接着肃太尉 相见已毙 把了街风酒 各官聚喜 请至寨中 涉言相待 同意朝廷之事 肃太尉言说 声院等官 蔡经同官 高求杨简 聚各受了 辽国贿赂 于天子前 极力饱奏此事 准其投降 修兵霸战 找回军马 守备京师 宋将听了叹道 非是宋某愿望朝廷 功勋至此 又成虚度 宋太尉道 先方休忧 远景回朝 天子前 必当重宝 赵淑密又道 放着下官为证 怎肯叫须费了 将军大功 宋将禀道 某等一百八人 竭力报国 并无一心 亦无惜恩 妄赐之孽 值得众弟兄 同手劳苦 实为幸甚 若得书相 肯作主张 深感厚德 当日饮宴 众皆欢喜 至晚习散 随即差人 以免报之大辽国主 准备接召 四日 宋江波十元大将 护送宿太尉 进辽国班兆 都是紧袍金甲 容装隔代 那十元上将 官圣林冲 秦明忽颜拙 花蓉董平 李应柴进 吕方郭胜 引领马步军三千 护持太尉 前遮后拥 百步入城 燕京百姓 排门香花灯竹 大辽国主 亲吟百官文武 巨伏圣马 出南门迎接赵旨 直至行宫金鸾殿上 十元大将立于左右 宿太尉立于龙庭之所 国主同百官 跪于殿前 殿头官赫拜 国主同文武拜拜 辽国侍郎 常恩请赵 就殿上开读 赵曰 大宋皇帝制曰 三王立位 五帝善宗 无君子 莫智野人 无野人 莫养君子 随中华儿有主 其一敌能无君 滋而辽国 不遵天命 硕泛江风 离合一鼓而灭 朕今揽其情词 怜其哀怯 民辱穷孤 不忍家诛 仍存其国 赵书至日 即将军前所勤之将 尽数释放还国 远夺一英长池 仍旧集还辽国管领 所供遂臂 慎恶待乎 乌乎 竟是大国 知谓天地 此翻汉之职也 而其亲哉 故自赵氏 享宜知悉 宣和四年冬 月日 当时辽国侍郎 开读赵旨以罢 郎主与百官 再败谢恩 行君臣礼弼 抬过赵书龙案 郎主便与宿太尉相见 蓄礼以弼 请入后殿 大赦华岩 水路俱备 翻官敬酒 荣将传杯 歌舞满盐 胡家瓜儿 燕姬美女 各奏荣乐 节骨熏驰 胡旋慢舞 炎炎已终 宋宿太尉 并众将 于馆义内安歇 适日根据人员 都有赏落 此日 国主命丞相储奸 出城致寨 邀请赵书密 宋先锋 同入燕京赴宴 宋将便与军师无用 记忆不行 只请的赵书密入城 相陪宿太尉 饮宴 十日 辽国郡主大张 延席 管代朝时 葡萄酒熟 青银旺 黄羊肉眉 满金盘 一果堆盐 奇花散彩 延席江中 只见国主 金盘捧出 完好之物 上线宿太尉 赵书密 指引至更深方散 第三日 大辽国主 汇集文武群臣 翻荣古月 送太尉书密 出城还债 再命长相楚奸 将牛羊马匹 金银彩断等项礼物 直至宋先锋 军前寨内 大赦广会 靠谅三军 众赏众将 宋将传令 叫取天寿公主 一干人口 放回本国 仍将夺过 潭州 济州 霸州 幽州 仍旧几环 大辽管领 一面先送 宿太尉还经 此后 收拾诸将 军兵车账人马 分拨人员 先发中军军马 护送赵书密 起行 送先锋寨内 自己设宴 一面赏落 水军头目已了 着令 长驾船只 从水路 从水路 先回东京 筑扎听调 宋将 再使人入城中 请出 左右二丞相 前赴 军中说话 当下 辽国郎主 叫左丞相 幽西贝锦 右丞相 太师楚奸 来至 宋先锋 行营 至于中军 相见 宋将 邀请上仗 分宾而坐 宋将 开话道 鞍武将 兵临城下 降至豪边 齐功在尔 本不容而投降 打破城池 进阶剿灭 正当吉礼 主帅听从 荣辱 深达朝廷 皇上怜悯 存侧隐之心 不肯尽情追杀 如此荣辱投降 那表请罪 金获大权 无带朝经 如等 勿以宋将等辈 不能圣耳 修生反复 年年进贡 不可有缺 无尽班师还国 如以谨慎自守 修得顾饭 天兵再致 绝无倾术 二丞相 叩首 服罪败谢 宋将再用 好言戒狱 二丞相 啃谢而去 宋将吉波 一支军兵 与女将 仪仗清等先行 随即换令 随军实将 采食为碑 领消让作文 以祭其事 金大监 君实已毙 树立在永清县东 一石五里 茅山之下 至今 古迹尚存 有尸为证 尾辽归顺 以知天 那必昌晨 自岁年 乐时捐名 表公祭 习航同住 即燕燃 宋将却将 军马分座 五起进发 刻日起行 只见 鲁智深呼到帐前 合掌作礼 对宋将道 小弟自从打死了 镇关西 逃走到 代州夜门县 照园外送撒 加上武财山 头里 智真长老 落发为僧 不想最后 两番闹了 蝉门 有乱清规 师父 送俺来 东京 大象国寺 投脱 至清禅室 讨个 直视 僧座 向国寺里 卓撒家 看守菜园 伪救林冲 被高太尉要害 因此落草 德育哥哥 随从多时 已经数载 思念本师 一向不曾参理 撒家常想师父说 俺虽是杀人放火的性 酒后却得正果真身 今日太平无事 兄弟全时告假数日 欲望武财山 参理本事 就将平息 所得金箔之字 都作布事 再求问师父 前程如何 哥哥军马 只顾前行 小弟随后 便赶来也 宋将听罢恶然 莫上新来 便道 你既有这个 活佛罗汉在比 何不早说 与俺等同去参理 求问前程 当时与众人商议 进阶要去 唯有公孙圣 道教不行 宋将再与军师计议 留下金大监 黄府端 萧让月合四个 为同傅先锋 卢俊义 掌管军马 陆续先行 阿们只带一千雷人 随从众弟兄 跟着鲁智深 同去参理 至真长老 鲁智深见宋将说 要去参禅 便道 愿从哥哥同亡 宋将等众 当时离了军前 收拾名箱彩 表里金银 上乌台山来 正是 赞气金鸽铁马 来游方外丛林 宇花台盼 来访道德高僧 善法堂前 要见燃灯古佛 直脚 一语打开明丽路 片岩踢透 死升官 毕竟宋将和鲁智深 怎的参禅 且听下回分解